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7月2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 刘鹤被中国经济学家戏称为蒙古大夫 因为他做手术不懂得麻醉 虽然中央政府在2015年意识到宏观杠杆倍数偏高以后 决定开始去杠杆 即将杠杆倍数降下来 但是去杠杆的实质行动是从2017年夏季开始的 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中 去杠杆的重点是清理影子银行体系 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按照上文的定义 宏观杠杆倍数指的是债务和GDP的比值 而中国政府的运动是去杠杆 目标是在短期内尽快将债务减少 没有考虑到债务快速减少的过程中 对经济的紧缩作用 导致GDP也会减少 杠杆倍数的分子和分母可能同时减少 最终该倍数本身变化不大 由于中国的银行系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 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 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很大 不得不依赖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体系 2017年夏季开始的 以清理影子银行为重点的去杠杆 对宏观经济 特别是大量面临信贷约束的中小民营企业 杀伤力巨大 这是因为债务下降的过程中 由债务支撑的产能和就业也在下降 有的企业直接就破产倒闭了 这一艰难过程背后的根本原因 政府通过快速单纯降债务分子的办法 想要尽快达到去杠杆的目的 当时主导该运动的分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刘鹤 也被中国经济学家戏称为蒙古大夫 因为他做手术不懂得麻醉 事后回头看 这样一个运动 从效果上看 虽然没能降低中国宏观杠杆倍数 但是暂时遏制了其快速的上涨趋势 将其大体上稳定住了 中国宏观经济短期内几个热点问题系列之三 本轮作者李卫军 经济学家 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 中国疲软 机构下调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前景 日经亚洲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日经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复苏弱于预期 经济学家下调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增长预测 调查显示 今年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率 从3月份调查的4.4%下调至4.2% 其中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拖累了地区数据 中国经济放缓和中美紧张局势被认为是该地区的主要风险 菲律宾和泰国的增长预测略有上调 而马来西亚的增长预测保持不变 抗议者袭击游客后中国警告 法国旅游风险 南华早报 一辆满载中国游客的巴士 在马赛遭到抗议者袭击后 北京向法国游客发出安全警报 骚乱以及欧洲国家签证的长队 可能会阻止中国游客在严格的疫情措施后 最近恢复世界旅行 中国驻马赛总领馆对袭击事件做出回应 并帮助乘客返回中国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已建议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有抗议和暴力冲突的地区 并在旅行时做好预防措施 法国时尚大亨访华 彰显中国巨大奢侈品市场的重要性 南华早报 自旅行限制取消以来 多个奢侈品牌的首席执行官一直高调访问中国大陆 LVMH首席执行官阿末特近日访问了北京 成都 上海和香港 其他曾访问中国的高管 包括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皮诺 特斯拉的马斯克和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 未来四年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将超过美国和西欧 预计今年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上的支出为4447亿美元 到2027年将增至6325亿美元 中国游客在骚乱中受伤 中国向法国投诉 路透社 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已向法国投诉 此前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巴士 在马赛最近发生的骚乱中 车窗被砸碎 总领馆呼吁法国 确保中国公民及其财产安全 目前 中国游客已经离开法国 鉴于骚乱 总领馆建议在法或前往法国的中国公民更加谨慎 着眼于中国 日本将在主要领导人峰会上深化于北约的关系 日本时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下周出席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 寻求与北约更密切的合作 以扩大日本的安全参与 预计岸田将强调日本与北约合作 在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特别是中国和朝鲜构成的地区安全威胁 预计日本还将与北约签订一项新的伙伴关系协议 称为ITPP ITPP将为北约合作伙伴提供与北约军队发展互操作性的机会 以及参与和共享安全问题信息的平台 包括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亚太四国预计也将与北约建立更深入的伙伴关系 日本将与北约更密切的合作 视为加强威慑 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和互操作性 以及在跨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美国联盟之间架起桥梁的一种方式 还在考虑在东京设立北约亚太办事处 美国法庭案件如何揭示中国的猎狐行动 南华早报 布鲁克林的一家美国联邦法院判处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私家侦探有罪 罪名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新泽西州跟踪一个家庭 作为其猎狐行动活动的一部分 该活动已有十年之久 但直到现在才在美国法庭上曝光 被告被指控对因涉嫌贿赂和滥用权利 而在中国被通缉的前中国官员徐靖进行间谍活动 被告受中国政府雇佣 对徐基奇亲属进行间谍活动 留下威胁信息并骚扰其家人 以恐吓他返回中国 被告被判犯有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跟踪 骚扰以及密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的罪名 俄罗斯荒唐的兵电对中国和伊朗来说是致命的 彭博社 最近俄罗斯叶夫根尼 普里哥任领导的兵电暴露了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国内权力基础受到侵蚀 这次兵电表明普里哥任短暂控制了罗斯托夫市 并向莫斯科派遣武装部队 这表明普京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以及普通俄罗斯民众对克里姆林宫缺乏恐惧 本文认为 俄罗斯危机凸显了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独裁政权 所面临的内部问题 此外 民主国家也可能容易受到内部危机的影响 例如美国的未遂政变 以及印度和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国家 作者认为 世界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位置于17世纪的时期 全力从国家转移回私人企业实体 互联网的兴起和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 以及私人军事行动者的出现 让人想起印刷机和私人贸易公司在17世纪的作用 文章的结论是 世界剧 离华文斯坦之死比威斯特伐利亚诞生更近 这表明以加强国家主权和对暴力控制为特征的新威斯特伐利亚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对日本应用程序市场扩张表示担忧 日本时报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 奥布莱恩对日本计划要求苹果和谷歌等主要应用商店运营商允许用户从其销售平台之外下载应用程序表示担忧 奥布莱恩表示 中国共产党将利用任何允许来自未经审查的第三方来源的应用程序的新法律 这对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他警告说 即使是部分开放的大门也会为中共和其他坏人提供可乘之机 奥布莱恩呼吁日本当局搁置该立法 集中精力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国家安全威胁 他强调了中国2017年颁布的法律 该法律规定私营公司有义务与其情报官员合作 这表明可以从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中获取各种信息 奥布莱恩强调美国和日本需要共同努力保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民主 里的西区促使汽车制造商进入采矿业 纽约时报 随着里矿竞争加剧 西方汽车制造商正在与里矿开采公司达成协议 以确保供应 随着电动汽车销量的上升 成熟的矿业公司没有足够的里来供应该行业 电池原材料必须在北美或贸易盟友开采和加工 才能从美国补贴中受益 但对里的激烈竞争已导致里价格上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汽车制造商需要直接获取金属并将其送往电池工厂 汽车公司不敢冒险 担心如果几年没有足够的里 他们的公司将永远无法赶上 在电动汽车销量增长最快的地区 老牌汽车制造商已经失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和动态3w.62brief.com